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宣判 两个人的感情并未完全破裂 不予离婚 张文气哼哼地回了娘家 应该说 自从挨了李天明一巴掌之后 他就住回了娘家 尽管他婚后的房子是他父母给的陪假 只写了他一个人的名字 但李天明没地方去 也不准备搬出去 他只好躲出来 过了几天 张文和李天明在就离婚的事情见面 李天明提出 只要把结婚时的彩礼还给他 他立马同意离 当然 孩子他不要 抚养费也不出 张文气得想先桌子 你还要不要脸了 我们结婚五年了 孩子都三岁了 你居然还能想起彩礼这回事 想得美 不离婚 我就陪你耗着 张文觉得自己嫁给李天明 纯粹是被猪油蒙了心 李天明绝对属于那种外表金光闪闪 内里全是糟趴的人 张文刚认识李天明 颜值高 口才好 工作稳定 还有特别出众的名校学历 张文瞬间觉得自己赚了 在这个小县城 这样的优秀人才 简直凤毛麟角 连李天明被人调侃的凤凰男出身 都被张文开心地曲解为人中龙凤 张文是家里的独女 结婚时父母送车送房 连李天明给的八万块彩礼 也原封不动地打回小两口的家庭账户 相当于走了个过场 李天明是名副骑士的拎包入住 不仅如此 张文的父母还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 帮李天明调到一个有前途的工作岗位 张文一度觉得 他们的婚姻从最幸福舒适的满格状态出发 未来一定是心想事成的 结果没多久就变得一言难尽 先是李天明的工作 屡屡捅娃子 上司因为跟他父母相熟 气急败坏 把状告了过去 只知道装腔做事 什么工作都不干 有心栽培他 给他派点活 也好帮他在单位数个微信 结果 他当自己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只管发号示令 直接把活派给了别人 这个别人还是跟上司有点不对付整天找茬的副职 这脑子有坑吧 父母起初有心袒护 舔着脸皮帮着换了岗 结果一如是 干工作完全是游离状态 既不动脑 也懒得动手 还不时跟人有个口角 转了一圈 谁都知道他们有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女婿 谁都怜悯张文嫁了个极品男 张文一家起初并不觉得 反倒怪罪李天明的那些上司小肚鸡肠 还连带说了一些他们以前的糗事 他们无比受用李天明的平和 哪家女婿能陪着丈母娘一上午一苦思甜 还感同身受 给予恰当反应的 哪家女婿能陪着老丈人下棋下大半天不带喘气的 张文起初也受用李天明的甜言蜜语 但慢慢绝出了不对劲 尤其是有了孩子后 平时在父母家有保姆照看不觉得有什么 但周末两天一家三口独处 李天明宁愿蹲守在楼下的凉亭子里 陪一群老头下棋 跟一帮老太太吹牛 都不愿意照看一会儿孩子 而且李天明对家务一概不管 张文切菜手破了皮 抱孩子累垮了腰 一律无视只顾玩手机 更过分的是 赚的工资自己花 家里开销一概不承担 不交账不交代 只顾自己享受 张文要也不给 还说张文家大业大 不差他那点小钱 甚至趁张文连日复按加班 忙得脚步着地时 一个人跑去五星级酒店睡一宿 泡个温泉找点乐子 张文父亲生病期间 想让他在医院照顾一下 结果他打着领导传照的幌子 躲出去了 他们开始还欣慰 他终于懂得敬业 结果后来 谎言被戳破 原来他开车 来了个快乐的自驾游 一个人逍遥了一遭 张文原本性子要强 只是在李天明的甜言蜜语下 点了棱角 现在甜言蜜语 成了狗皮膏药后 攒下的不满 全成了攻击的弹药 敲打 暗示 唠叨 急言力色 已经全部不起作用了 终于 他对李天明 展开激烈的言语攻击 哪知 李天明看他生死历劫就来气 直接一巴掌呼上去了 眼神 全是狠利 彻底粉碎了 他对婚姻的最后一线希望 张文和李天明 闹离婚的时候 几乎周围的所有人 都绷不住地称赞 这实在 是英明的决策 张文一家 也都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他们发现结婚后 李天明 除了贡献过 他的一张嘴 用来吃和说外 几乎 没有一点功效 原本 离婚这个事情也简单 李天明 打包行李 滚蛋就行 这个家 这么多年 他也没添过一根线 但没料到 离婚路上 这么多波折 李天明 先是说 他不能让孩子 没有爸爸 再娶一房媳妇儿 也总得要钱吧 而且 钱 存银行 都得增值 财礼放了五年 按原价退还 也不合适 张文这次打定主意 不让他得逞 他觉得 凭什么 他可以坏事做尽 还能事事顺意 连离婚 都要他搁地赔款 哪来的不平等条约 结果 张文一家 很快遭殃 先是张文的父母 临近退休 还被单位 查问了一番 单位收到匿名 举报信 说是张文父亲 做财务时 按照领导的指示 弄虚作假 为防出事 自己还偷偷 记了一本账 张文母亲 担任副总时 拉帮结派 打压下属 尽管单位调查后 认定只是 无关大局的小问题 象征性的警示一番 但张文父母的面子 全丢尽了 一辈子 正下的好人员 也受了影响 写举报信的 无疑是李天明 张文父母 过去拿他当儿子看 说话做事 不避讳他 还拿自己的经验 教训 直播他 结果反过来 成了他刺向 他们的历任 张文还没来得及 找他算账 结果 自己也遭殃了 张文通过 自己的勤奋努力 慢慢在职场上 展露头角 尤其是新来的女上司 对他颇为欣赏 提拔他 成为身边的高级助理 女上司出门办事 习惯轻车减从 连专职司机 都不怎么用 反倒是张文 因为既懂业务 又会开车 颇得上司信任 几乎成了女上司的贴身助理 出去谈业务 既当业务助理 又当专职司机 有一次 张文跟上司谈业务 谈到夜深 女上司喝多了酒 不便开车 张文便决定 开自己的车 先送女上司回家 再折回自己家 结果在女上司楼下 碰到了来接上司的男人 张文只以为是上司的哥哥 或者其他情人 特意简单地交代了几句 之后扶上司下车 没成想 他和男人说话的照片 被潜在不远处的李天明 用镜头定格 这张照片便通过邮箱群发来了 公司里人手一份 大家的议论一发酵 张文没事 反倒被人揪出了上司隐婚的事实 原来那个男人是上司的老公 而且他还是分公司的人事主管 公司有规定 夫妻二人不能同在 这下只能有人离职 还得追究欺瞒的责任 张文内疚得要死 他早就发现 李天明有意无意跟踪他 只是觉得自己行得正 做得直 随他去 没想到 李天明跟踪他 只想寻个错处 拿来要挟他就范 他丧心病狂地以为 只要塞个男人 就可以栽赃他出轨外遇 却没想到 没把他害了 反倒牵连到他上司 这下上司的处理结果 还没下来 张文就递了辞职信 发了道歉短信 仓皇地离职了 这下张文怕了李天明 再也不堪其扰 他也想过 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但怎么还呢 想来想去 没有主意 李天明不好好工作 没责任感 单位上上下下 没人对他有好脸色 但是正因为不干事 连大的失误都挑不出 再则 工作上的失误 跟婚姻里的错处是两码事 婚内 李天明懒惰 自私 似乎也不是致命的罪过 硬把一巴掌 说成家暴 又有点牵强 可是 跟这样的人过日子 一旦醒悟 每分钟都是煎熬 是啊 即使李天明 人品不好 人尽皆知 又如何 即使 他是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又有谁能奈何 关键是 谁不要脸 谁就活得潇洒舒畅 张文 无论如何 做不出疯狗咬人 抖落家丑那些事 因为离婚 就把对方 撕得连裤衩都不剩 李天明做得出 他却做不出 因为他还要脸面 张文一时间想着 干脆赔本离婚算了 再这样祸害下去 他们一家 都不用做人了 只当鞋上 踩了一坨狗屎 嫌太臭 不好处理 就连同脏鞋 一起扔掉算了 可是结婚五年 他们的那点存款 哪经得起挥霍 张文被李天明 用甜言蜜语 哄着的时候 那些钱 早就陆陆续续地流失了 公婆建房 主动奉上两万元 公婆住院 又抢在前面 掏出一万元 再加上蜜月旅行 人情往来 种种开支 不到两年 就清了底 张文有心找父母 父亲前段时间 被气得住到医院 母亲陪同随世 他哪儿还忍心再开口 张文胶着万分 直到孩子突然生病 医生初步诊断 竟疑似白血病 张文没有隐瞒李天明 通知他 尽快到医院 做骨髓配型 毕竟 亲生父母 配型成功的几率 比较大 令张文意外的是 李天明 不出一课中 就到了医院 这个时候的他 倒是显出了 父亲的担当 跑上跑下 取化验单 抱着孩子 拍打安抚 虽然动作很生硬 但到底没逃避 看到张文哭 还小心地 递上了纸巾 擦掉眼泪的时候 还不忘 在他鼻子上捏了捏 连鼻涕 一并醒掉 最后 揽过他的肩头 轻轻地拍了拍 那一刻 张文居然一下子 想到了他们的出香食 似乎除了高大帅气的 颜 和甜言蜜语的嘴 还有这些 细致入微的小动作 打动过他 张文想起来 生完孩子后便秘 忘了冲马桶 李天明一看 反倒回来打去他 老婆 我看到马桶里 爬着两只小乌龟 说这句话的时候 李天明 满眼满脸 都是宠溺 看不出丝毫地嫌弃 张文突然觉得 有一些瞬间 或许他们也是 踏踏实实地爱过的 李天明或许也没有那么扎 但是 他的那点爱 怎么敌得过 翻脸无情的自私和算计 怎么能撑过 一辈子的相伴相守呢 这时 孩子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只是误诊 不过是一场虚惊 李天明瞬间如释重负 主治大夫同时 也是张文的朋友 他绕到张文身后 轻轻说了句 没坏到骨髓 没对自己的孩子 见死不救 是的 孩子生病 不过是张文 伙同朋友 玩得一场计谋 张文当时想 如果李天明这个时候 怕花大钱 不想承担 不但能堵了他对彩礼的胃口 也能趁机 跟他火速离婚 反正 对他的人品 早已不抱希望 如果李天明赶来了 事后 也跟他离婚 那他 即使借钱 也把他要的彩礼筹齐 但是 至少 心理舒坦一点 当然 证明这个 也只为心理平衡 经过孩子 这件事之后 两人再谈离婚的事情 就和气多了 李天明 没再坚持 要多少数额 张文 把手头有的两万 加上当月的工资 一并给了他 他如数全收 爽快地 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 或许 他也考虑过 要是以后 孩子真有个什么事 也是张文 在承担和面对 他能在婚姻里 拿着几万块 也算不错了 从民政局 办完手续出来 张文扭身就走 没说再见 也没有回头 是啊 在这场婚姻里 他不该头晕心软 在离婚后 更无需回头 当然 也不要指望 浪子会回头 有一种人 天性 自私凉薄 让他去踏踏实实的爱一个人 很难 倒不如及时止损 也不要指望自己有能力拯救他 除非你能包容他一辈子 顺着他一辈子 供他当大爷一辈子 否则反口就会咬人 只是 既然遇到了 也别同自己过不去 谁都有感情的软肋 难保对方的那一点 正好合了你的心思 让你一夜障目 以偏盖全 在认清事实后 努力走出来 便是对自己 最好的成全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